然后还有一种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如果你的餐巾 刚刚你说不是有餐巾很滑 会滑到地上 对 那一般是不能够低头去剪 尤其你是男士 如果你的餐巾掉到地上 那你两边很可能都是女士 对 你如果头低到桌子底下去剪 大家就会吓傻 女生就会觉得不舒服 那如果你一直都剪不到 大家就知道你到底要看多久 你整个人消失在桌子底下 超过三秒钟以上就蛮恐怖的 让我们欢迎大使夫人阁下丽玲 各位贵宾 大家好 今天本人非常荣幸可以在这里 与大家分享我的外交生涯 今天我所要讲的内容是 我要分享的 大使夫人你还好吗 拜托 不要叫我大使夫人好不好 我是金 我是鬼岛之音的凯西 在上一集我们聊什么 我们好像聊到说 到人家家里做客 怎么样才不会被列入黑名单 对 被列入黑名单 如何做个人见人爱 然后每次饭局都不会少你的好客人 对啊 我要先聊一件事情 对 有任何观众以为一到五集是大使先生在讲话吗 我的partner 因为大使夫人今天一来的时候就跟我讲说 他发现他声音蛮像男的 你自己真的这样觉得 是我自己听到的 你自己听到你吓到 你想说这是谁啊 对啊 这怎么是个男的 我的声音好像太有私信了吧 太man了 我觉得娃娃音就是有的人天生嘛 对 然后很羡慕啊 那你撒娇的时候呢 没有办法 所以以你这样子 我只能用内容来代替这个撒娇的声音 只要用内容的刺激性 对 好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是前五集是大使在回答 而不是夫人 夫人 他想说 奇怪为什么大使夫人都没有出现 所以节目叫别叫我大使夫人 因为真的不是大使夫人 对 其实真的是大使夫人本人好吗 他声音就是长这样 不要再批判他了 其实也没有人批判你啦 是你自己觉得 但我是觉得是还蛮好听的 谢谢 对我个人觉得这种 我很喜欢这种中低音 这种声音就是 让人家觉得没有什么威胁 所以你少女的时候也是这个声音吗 还是你婴儿时期也是 第一次叫妈妈的时候 妈妈 对应该是从以前到现在 都是这样子的低 真的哦 低的声音 那你以前有意识到 对以前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会称赞我说 你在电话上的声音其实蛮好听 给人家有一种安定的力量 所以就越来越安定 越来越低了 所以你接电话 常常会有人跟你讲说是先生 对 有的时候会 其实我的名字也蛮像男的 所以就是一套 整个就是男的 对 不要跟我讲说 我已经习惯了 等一下 这个都还好 不要跟我讲说人出现 大家还说先生 好那我们今天开始今天的主题 所以其实我们今天要聊的是餐桌礼仪 对不对 它是比较偏西餐的部分 对对对 我今天因为其实餐桌礼仪 每个文化都不一样 日本的啦 回教徒的 印度的 还有台湾自己 应该是说一种约定成熟的习惯或礼仪 那我们今天讲的比较是国际的餐桌礼仪 也就是说西方人的餐桌礼仪 那我想先问一个问题 国际礼仪到底是谁发明的 如果是西方的话那确实是有几个国家渐渐的约定成熟 然后根据人体工学甚至于因为很多人都是右撇子嘛 根据他们的习俗或者是安全性 慢慢的发展出来的 它有一个范本吗 有有古时候有 国际范本 其实在很早的时候我最喜欢讲中古世纪的时代 你们都想要带我们回到中古世纪 因为那个时候呢 那时候的人其实是文盲很多 所以他们那时候的希望大家遵守的餐桌礼仪 其实是一种歌谣唱出来的 就让大家 对 让大家朗朗上口 左边吃 右边放杂子 左边放刀子 其实中文古兽也是有这样子 让小孩子念那种口诀一样的 对 就是 它是累积而来的 我们先了解一下西餐的餐桌礼仪到底长什么样 怎么再来聊它的历史好了 国际餐桌礼仪这件事情 它绝对不是一个角柔造作 或者是故意要很gay by的坐在那边 它其实是有它的道理在 因为吃饭桌上都是刀叉 刀光剑影其实还蛮危险的 或者是你不小心去碰撞到别人 因为西餐尤其特别是有杯子啊 有叉子 各式各样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知道怎么使用 或者是它的流程是什么 这样不会影响你用餐的情绪 你会吃起来会很愉快 很顺 对 就不会打来打去的这样子 你常常有时候你会发现 你如果不小心被服务生 把酒倒在你刚刚买的新衣服身上 然后是红酒你又洗不掉的话 那餐就毁了啊 对不对 就心情会很差 对啊 如果你知道用餐利益的话 会使得你的用餐时光是很愉快的 现在有些比较高级的公司 他们要聘雇高级主管的时候 不一定是在办公室进行的 他很可能就是约你在餐厅吃一顿饭 假如说你现在是想要应征外商公司 或是国际企业的话 可能大概了解一下这块 会让你的面试加分 对啊 可能你就离那个CEO只有一步之遥 还有就是我曾经有经验 有一些团体 他们把台湾年轻人送到海外去 住在住宿家庭里面 就吃第一餐就被打枪了 蛤 为什么 吃第一餐 其实我们台湾人吃饭的习惯 是没那么严谨的 应该是全部的这个国际场合里面 或者是甚至于家里头吃饭 有些人 他们还是蛮注重这个餐桌的一些规矩 可是如果我们的小孩子 没有先学习 然后一下子被丢到那样的环境里面 很容易就 吓到别人 对 其实就是文化差异 文化差异 我是鬼岛之音的共同创办人 也是别叫我大石夫人 Podcast节目的共同节目主持人凯西 断断续续在热线当义工 也有好几年了 一开始只是协助小组 做一些周末的活动 或者是协助翻译等等 但因为后来公投的时候 有跟其他志工团体一起上街 游行的时候 也会帮忙在街头义卖 因为亲身参与了这些活动 也更了解热线的运作 我也是通常都是有空的时候 能帮忙就尽量帮忙 但是对于热线的人来说 这些事情是每天的日常 热线的员工不多 但是要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 他们也必须整合各界的资源 把统治的权益不断地往前推进 那对我来说 热线不只是站在第一线的斗士 同时也是幕后的推手 你们辛苦了 当然每一个人都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 有力的出力 有钱的当然要出钱咯 今年的线上募款将在6月9号到7月17号进行 我自己每年都一定会参加热线的募款晚会 并且捐款 那今年也不会例外 你也可以跟我一样 200块不嫌少 100万不嫌多 现在就点我们的show note连结 查看捐款详情 为你的不平凡骄傲 我希望台湾能成为一个见怪不怪 包容各种独特存在的地方 在进入正题之前 我们是不是先了解一下 我们要去西餐吃饭之前 有没有所谓的一个黄金定律 我们要先注意什么 坐下来之前当然你 假设你现在要跟那个面试的主管吃饭 那么他会在门口等你的话 那你们要一起进餐厅对不对 一般还是女士要优先的 有些女主管还蛮贼的 他就会说那他不搭电梯 他就挑走楼梯 如果你是男的 你要走在前面还是后面 我就先让他走啊 他是女的 对啊 然后你是男的 先让他走啊 就女士优先嘛 他就是不会走 站在那边不动 对他死在那边不动 这个是很特别的 就是走楼梯这件事情 因为女士如果是先上 男士在后面 假设他穿裙子 但他穿长裤也是一样 他觉得有男的在后面 他的眼睛看在他的屁股的话 他会觉得不太舒服 OK OK 所以为了让女士不会觉得不舒服 合理合理 对男生会自己自高奋勇的 先走在前面 但下楼梯还是男士先 所以让女士看男士屁股 比较有礼貌 对 这一点常常有人会跟我 有争执说 应该是女士先上啊 男士在后面保护着 其实这点是刚好相反的 对因为我也是这样想 因为有时候女生穿裙子 那可能男生在后面 可以把他挡一下 就让后面的人不会 对可是你上楼梯 跌下来的几率比较低 对 你下楼梯比较容易跌到 所以下楼梯的时候 男人男士要在女士的前面 所以跌倒的时候 把他当肉垫 对 唯一的时候是女士后行 那所以女士优先 比如说包括什么 下车要开车 男生要先绕过去开车门 对可是开车门 这又是另外一个 开车门在外交礼仪上面 不太一样 对有时候是跟男女没有关系 对是跟位阶 以后 以后再聊 就会再聊对 然后进餐厅女士也先进去吗 对你进餐厅通常是要先等女士坐下来 在西方冷的地方 女生只要有一个动作 开始要脱她的外套的时候 或者是帽子 这时候男士就要有一个剑步上去 帮他这个顺利的脱下来 然后找一个地方挂起来 好所以这个女士优先是第一个黄金定律嘛 那再来呢 坐下了以后 我就会先看到眼前有一堆餐具 如果你今天坐下来 你发现所有的餐具具权的话 那你就是知道 今天要吃一个满汉全席 菜色会很丰富 对菜色比较丰富 所以看她的摆盘就会知道说 其实我觉得西方人再怎么丰富 都不会像我们的 我们的那种 对啊满汉全席12道菜啊之类的 但是也很妙啊 因为你看他们餐具那么多 我们就算吃满汉全席 餐具也不会那么多吧 我们就一双筷子到底 对啊 西方人对他们自己餐具的整个演变 真的发明感到很骄傲 东方人吃饭是为了温饱比较多 就是要吃饱 可是西方人吃饭的话 就是一种交易 他会吃很久 然后慢慢吃 因此呢 他就一大堆的规则 慢慢的衍生而成 那我们今天就聊一个 一组最复杂的好不好 就把所有的餐具跟杯子 全部放在眼前 然后比如说我一上餐桌 我就 这是要二手家具拍卖吗 如果这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西餐 那你就会看到 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装饰底盘 那我讲底盘的意思是 它不是用来吃的 它会有什么样子的特征 让我知道它是底盘 一般人都不会去注意到这个 其实如果有底线是圆的 底线在中间 你就知道那是底盘 那可是有的时候 装饰底盘是没有这个的 如果你知道这是个正式的餐厅 如果是整套的 它会有menu 那你就知道说 等一下第一道菜可能是喝汤 但是你明明前面摆的是这个盘子 你就知道那个盘子 不是要给你吃东西的 等一下是要给你放汤碗的 对 要稍微有点褥饰 要稍微有点褥饰 要稍微有点 通常这个底盘上面都会放 折叠的一个很漂亮 像扇形啊 或蝴蝶形 有的服务生更有创意的 就会折成不同的样子 的餐巾布 那餐巾纸跟餐巾布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比较高级的餐厅 它是不会用纸 它只会用布 餐巾布有分等级 对 最好的等级就是 麻沙布的那个linning做的 其实越贵的布是越容易 看出它是不是被清洗得很干净的 摸一下今天的餐巾布 你就知道说 OK 你的菜色也会到什么程度 会蛮高级的 对 然后底盘的左右两边呢 就会是 右边通常都是比较属于刀类的 比如说沙拉刀啊 鱼刀鱼刀的头是有一个小弯度尖尖的 让你来剃那个鱼肉 那你如果今天坐上来 你有看到鱼刀 你就知道你今天会吃到鱼 再来就是肉刀 通常鱼会先上来 一般的西餐的菜 它会跟着等一下要上的酒会去搭配 所以可能会先是白葡萄酒 是配鱼 然后最后才是重的 就有浅到重的 也就是说肉刀可能是最靠近你的餐盘 所以你千万不要先拿那个 因为你要从外向内使用 只有一个例外就是汤匙只有一个 所以汤匙可能是摆在最右边 那常常有人问我说 那喝汤叫由内往外喝 还是由外往内 由内往外 你说往外捞还是往内捞 早期都是由内往外 由内往外 OK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规定 但是差别是什么 为什么是由内往外 可能不会感觉那么的急着饿着想要喝的感觉 那我有问题 就是你喝到底 快见底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难捞 对 停歇是OK 汤匙不能够碰到碗的声音 不可以发出声音来 这太艰难了吧 我觉得我们先把摆盘讲完 就是从右用到左 对不对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刀子在右边 叉子都在左边 由外向内 不是右到左 对对对 从外向内 就是说你把你的手伸开来的时候 最外面的开始先用 一直用到最里面 如果是有甜点 吃水果 或者是喝咖啡 那这时候呢 这一些小餐具 就是小的咖啡汤匙啦 水果用刀啦 或者是甜点的用刀 或者是冰淇淋的汤匙 它都会放在底盘的上面 对 那最重要现在来的就是 你的右上方 通常都是喝的杯子 有水杯啦 或者是白酒杯啊 或者是红酒杯 香槟 香槟杯 但香槟杯也有可能是 你刚刚在吃饭以前 交仪的时候 你的手上就有一个香槟杯了 通常一般见到的红酒杯 会比较肥对不对 然后白酒杯会比较瘦 红酒杯有肥非常多种 红酒杯的大小 肚子的大小 或嘴巴的这个外翻与否 嘴唇有没有外翻 嘴唇对 其实它都是根据那个酒的种类 不是很多人都会很重视这个 你就是不要用水杯装红酒就好了 但有些水杯它其实可能是用 一些类似酒杯造型 是正式的餐厅水杯看起来像红酒杯 但可是它是不一样的 它可能会比较厚 所以为了尴尬很多服务生都会先把水倒好 他自己也怕倒错 那你说翻唇的那是怎样 那通常是给那个伯根蒂的酒 伯根蒂的酒是比较偏 伯根蒂的酒是比较偏稀少或是好 高 稀有等级比较高的 对 所以它自己有一个专属的酒杯 对 其实如果严格来说伯根蒂是有它的专属酒杯 也就是说它底下的肚子没有那么大 然后它上来的时候会有一点点颈部 然后到了最上面的时候 它的唇会细细的外翻 对 是不是有点像花那样子 对对 有点像一种花的小状 因为就是伯根蒂它本身的特性是 要慢慢的让它从一个非常惊恐的环境里面 慢慢的释放到空气中这样子 惊恐的环境是什么意思 因为它本来好好的在那边被促存 所以这个杯子的设计 事实上它不需要那么急促的 就是接触到外界 就是慢慢来慢慢来 那这都是我的诠释 OKOK 所以可以大概知道它这种酒的价位吗 要看酒庄啦 对还是要看 所以我们说一个range 就大概 就比如说我今天就会期待到一个 哇 我今天要喝一个5000块的红酒 应该差不多这个以上 对 哇 那通常啦 就是如果有这种酒的话 我们是可以续杯的吗 因为你已经看到那个翻唇杯了 你就想说 哇今天那么高级的红酒 我一定要多喝几杯 这是可以续杯的吗 我是可以直接跟服务生讲说 我要续杯吗 要看主人准备的量 很好的酒 通常主人不会以量来取胜 而且大家都是可能就浅尝极止 然后慢慢品尝这样 好 所以我们现在右上方 然后那左上方吗 左上方是空的吗 左上方就是放面包啊 奶油的地方 对 所以你的面包一定是在你的左手边 喝的东西都在右边 这时候服务生他要倒任何的液体类的东西 一定从右边倒 他不会从左边横跨你的脸过去倒 然后他上菜 上食物一定从你左边上 为什么吃的不从右边 因为右边你有可能伸手正要去拿你的酒杯 就会撞到 可是你常在台湾的西餐厅发现 就撞了一地的 那就是他们动线上没有搞清楚 有道理哦 合理哦 不是念观光系的吗 没有教这一点 不是没有教 是我上课 没有好好出席 不要这样揭穿我好吗 我要把这段剪掉 有啦我还是有学到一点 但是真的有点忘记 因为我常常会很惊讶 就是在台湾的西餐厅 就是他们叫西餐厅 可是其实是做一半套而已 所以形式是西餐厅 但是真的要怎么做 做半套 所以就会常常会出现 刀叉会掉地上啦 或是撞到别人的杯子 或是红酒 就撒到客人身上 所以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是真的有这样发生 如果你知道说 左边上菜 右边上这个水或酒 那吃的人也知道的话 这个动线就是一个完整的循环 它不会乱了套 其实这样整套这样吃完 会觉得蛮有成就感的 就觉得哇 我今天自己都没有出错 然后也没有撞到任何人 如果服务生这个时候 跟你撞到 就被破在桌子上 怎么办 我是有看过 有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不是一破掉 那就是杯子倒了 对啊 那就是不断的道歉啊 这样子就是很尴尬 但是你倒了 你就是那整个白色的桌巾 就会染色这样 对 这时候就会 就紧急处理 那怎么紧急处理 他们就会用 盖块那个白色的 对 真的就直接遮住啊 直接盖住 这么神奇 是 哦 好哦 有点难以想象 好 我们已经了解 这个复杂的摆盘 那怎么吃 你坐下来之后 就是你的餐巾哦 对 底盘 装饰盘上面 有一个孔雀 对 孔雀 开屏的餐巾 我们就要把它打开来 轻轻的放在你的 小腹 以及大腿上面 不是整个放在大腿上 是要略遮小腹 略遮小腹 然后你知道 这个点是什么 因为有些人 他会把它放在胸前 他是可能怕领带啊 或者是衬衫 但是这样子不行的 也就是说吃饭的时候 尽量不让其他的客人 看到你的餐巾 其实 等一下我告诉你 你要怎么吃饭的话 你就会发现 你其实不会用到餐巾 哦 那餐巾是干嘛用的到底 就是一个西餐里面的 一个装饰品 对 大家都不敢相信 我讲了这个 只是事实上 如果你 你有看过一些 好莱坞的很早以前 那种非常帅的男生 然后他们跟女士 约会的时候吃饭 最后他只会把餐巾 拿起来 然后嘴角两边 各点一次 就这样而已 餐巾本来 唯一用到餐巾的一次 唯一用到餐巾的时候 但我之前曾经去过 有些餐厅 那个餐巾是很滑的 就是你一放上去 它其实就滑到地上 那品质不太好啊 所以滑到不行 然后有些餐巾是 你水沾到上面 它的水珠会在餐巾上面 打转 没有吸收力 不过那也对啊 因为它本来就是 不让你擦的 不让你用的 OK 好 我们先从前面开始 因为你刚刚有讲到说 女士尤闲 所以在吃饭的时候 也是要等女生先开动 对 不论任何的情况 即使你今天主人是男的 然后他的夫人要先开始吃 或者是主兵 主兵的夫人 他开始全部的人才可以开始开动 自从他拿起餐具那一刻 要切下去 当然要切 不切 要切 不切 那这样怎么办呢 到底要不开 然后就 怎么还没开始 如果你碰到一个主人比较多话的 就是他的字词一直都讲不完 然后客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所以所谓的开动 就是吃尽的第一口叫开动 还是餐具拿起来那一刻 餐具拿起来就可以 餐具拿起来就可以 大家就可以开动 大家就可以开动 每一次上菜也都是女士优先 假设有五个夫人 那就有一二三四五这样的位阶 所以会先上一二三四五 对不对 女生上完了 服务生就会上男生的一二三四五 所以等于每道菜都要等女生先开始 对 我还真的还蛮期望 就是说我们的访问团 在出国以前 需要有一些小手册啊 温习一下 基本的小概念啊 因为在国际的餐桌上面 真的他们的美感实在太多了 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蛮烦的 就说那就赶快吃完就算了 不用再 那你自己觉得最烦的是哪一个 你自己觉得有必要吗 就是餐巾这件事情啊 比如说有时候你 你吃到一半 然后你要离席 有人都不知道餐巾要放在哪 我猜我猜 你猜 桌上或椅子上 或是披在椅背 我可以多选吧 不行 以上皆是 第二个答案是对的 第二个答案是椅子上 对 但是我可以一坨丢上去 还是我要折回去 孔雀开瓶的样子 你要稍微 那个有点难度 孔雀开瓶有点难度 我觉得就是 轻轻的把它折叠 放在你的椅子上面 不是椅背上 是椅子 椅面上 就是你刚刚坐的椅子 椅面上 如果你是把它折叠起来 放在桌上 左边的话 那就是表示你已经吃完了 你要离开了 所以你的意思说 你一回来的时候 你那一整桌被清空了 对 不是主人会以为你要离席 他说 欸 wait 那没那么严重了 可是就是说 就是基本上餐具餐巾 这些全部都会说话就对了 然后还有一种是比较特别 就是如果你的餐巾 刚刚你说不是有餐巾很滑 会滑到地上 对 那一般是不能够低头去剪 你就只好又等着waiter 眼睛跟你 对 尤其你是男士 如果你的餐巾掉到地上 那你两边很可能都是女士 对 你如果头低到桌子底下去剪 大家就会下刷 就女生就会觉得不舒服 那如果你一直都剪不到 大家就说你到底要看多久 到底要看多久 就是说你整个人消失在桌子底下 超过三秒钟以上 就蛮恐怖了 可是我通常都是会把它剪起来 你自己会剪吗 我不会把头低下去 我可能用手这样慢慢慢慢 从下面把它剪起来 那个距离有点难吧 有的时候你真的等不到服务生 就是很久都不来 所以就技巧性的那个 就是下沉 就说距离怎么远远 违反国际利益的 就想说没那么严重吧 那可以把高跟鞋脱掉 然后用脚趾夹起来 是不是也蛮聪明的 你这样守的距离就可以无违和的 高跟鞋脱掉是有个危险 因为我曾经有个客人高跟鞋脱掉 结果他不小心踢到对面 结果他真的是造成一个小慌张 因为他就很紧急的 就是说他要找他的鞋子 如果这时候掉到餐桌中间 真的是怕很多人脱鞋子 我后来才发现 真的哦 对 尤其喝了酒很轻松之后 那女生的高跟鞋可能都 很紧 对 可是你脱掉之后 你就不小心踢到对面去 太开心踢到对面 对这时候怎么办啊 是要叫服务 要眼神暗示服务生来剪吗 因为你如果蹲下去剪 你会剪很久 你就不知道他在哪里 而且下面都是脚嘛 对啊 而且还蛮黑的应该是 如果真的大家太兴奋 然后比如说你踢到那边 你自己没有意思 然后别人又踢到别的桌 就你的 这怎么办 就是高跟鞋流浪记就对 就整个就是不好意思 我现在敲一下广播 不好意思 现在本人的鞋子 现在不知道飞到哪里桌 我觉得这个时候 应该都是向女主人求救 都说到这一点 西方人的家里 通常去他们家 赴宴是 进房是不能脱鞋子的 但是东方人或东南亚人 就是会准备一排的脱鞋在那边 对 对西方人来说 脱鞋子让人家看到你的脚丫子啊 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最用不到餐巾的方式会是什么 其实西餐为什么有刀叉 最重要的就是 所有的东西都要大切小 小切成比你嘴巴还小的一个 英文叫bite size 一口吃 一口吃 对 所以这跟你嘴巴大小有关系 如果我大嘴巴 我就可以切大块一点 对 也就是说你所有东西都要切成 叉子能够放在你嘴巴 不会让你的满嘴都会沾到的 就是不能沾到你的嘴唇 对 可是如果台湾常常有这样子 来了一盘沙拉有没有 然后是放在碗里头 对 那你根本没办法切嘛 而且他也不会给你刀子 他都会给你叉子 叉子 所以呢 你就看每一个人都是尽量塞 然后塞进去 就一定会吃得满嘴都小 对 那可是这是 有点像日本人的和风沙拉开始的 所以我们台湾现在沙拉也都是在碗里头 可是这在西餐里面 沙拉一定是在平坛里 不管你那个叶子怎么样 你一定要把它切成小片的 小叶子 那像面包也是一样 面包来自一块大的面包 所以你不能把它 直接摇 直接就是像包子这样摇 对 你一定要用手把它 掰开 掰开 掰成一个嘴巴的大小的 可能比你嘴巴更小的 尺寸才能放进去 所有的食物都一样 肉类啊 或者是甚至于 在羊排的骨头那边 放一个席脖子 让你拿起来嘴巴咬的 这个只有东方才有 西方人是没有的 因为 因为全部都要用切的 全部都要用切的 而且全部都要切成小块 但是切到骨头那边真的很难切 你切久了就自然 游刃有余了 哇 真的哦 是 比如说来一片哈密瓜的话 那 也要切 你也要把它切成小块 或者是你吃那个肉串 上面不是一串一串 对 你也是要用叉子把它 刮下来 刮下来 然后如果肉是大块 你还是要把它切成小块 但是你知道 我之前也是这样吃过 就是把它刮下来以后 它就飞到盘子外面 因为比蛮难刮的 尤其最高的那个 最接近手边的那个 那个有够难弄 但是他们西方人可能从小吃到大 都很习惯 都很习惯 对 面包可以切吗 面包不可以 面包一定要用手 一定要手 不能用切的为何 面包是可以用手 比如说披萨也可以 汉堡也可以 那如果想要把 比如说吐鱼刺好了 我是吐在 因为你说餐巾不能用吗 不能吐在餐巾上 那怎么办 像有时候你吃到 有籽的那种 比如说橄榄啊 那你也不能够吐在手上 可以用手吃的 你就可以用手 拿出来 如果是鱼刺 或者是一些小骨头 那你如果 看你是用什么样的工具 吃进去就用什么样的 工具拿出来 拿出来 对 如果你是用叉子吃进去 你就要轻轻的吐在叉子上 然后再把它移到你的盘子 天哪 太烦了吧 那如果你是用汤匙 你用汤匙这样子 好烦 这是很厉害的 没关系 这跟就 就跟我们用筷子 吃花生米一样的 我不会用筷子吧 东西 很难耶 筷子会用来吃花生米吗 我不会做这种事 太难 我会用手啊 那鱼刺 吐在叉子上 也是有难度 如果他从叉子的缝掉下来 那就只好用手把他剪起来 这太难了 你下次试试看 任何东西 你要吐出来 你如果不直接隔空 这样吐在你的盘子上的话 你中间有一个 东西 借物 然后你吃完 你的朋友就会说 今天怎么变得这么有气势 而且我完全不用到三斤 很奇怪 这个动作是这么简单 可是就是一般人不知道 就是为了避免他这个东西会弹跳 或者是你真的吐不准的话 对啊 真的蛮尴尬的 这一整顿西餐吃下来其实蛮累的 是啊 所以有很多人就说 还好我不是外国人 真的 我就爬饭就行了 他们在家真的也都这样吃了 不是那么拘谨 可是基本上 已经习惯了 基本上的这个习俗 这个动作还是差不多 那如果好 那比如说你中间要去上厕所 你刚刚有讲到说 餐巾要折在那个椅子上 刀叉呢 刀叉你就是要平行摆着 OK 因为他们两个只要一交叉 就表示你吃完了 就是我不要了 对 所以你厕所回来 你的菜就没有了 又没了 又没了 就是又清空了 又放错 可恶 那底盘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底盘作用就是为了保护 那个下面很厉害的桌布啊 所以吐出来的东西 不是放在底盘上 是放在自己吃的盘子里 对 所以底盘也是不能用脏 底盘最好不要用脏 所以它跟餐巾一样废 它跟餐巾是一样废 所以这两个都一样白 一样干净的话 表示你的那个餐桌里 已经达到了如火纯金的底部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控制你行为的两个屏障 这样真的是太假掰了 真的是真的是好 吃一顿饭好累哦 好那我问你哦 那你有在餐桌上碰到什么比较尴尬的状况吗 你自己觉得最尴尬的 好像也是一个外交场合 然后要不要外交部的同事啊 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官员呢 可是从头到尾就是 就是我的面包都不见了 因为我整排桌子上面 你都可以看到左右都是面包 因为其实左边才是我的嘛 右边是别人的 可是我的左边那一个人 他是右撇子 他就一直把我的面包拿去吃 过了一阵他就说 哦夫人你都不吃面包啊 因为他看着我的那个 我说因为你都把我的面包吃掉了 所以他才意识到说 那他有把他面包还给你吗 没有 没有 所以左吃又喝其实真的蛮重要 在紧急时刻 千万不要拿错东西 你会拿到别人的酒杯啊 或者是吃了别人的面包 那在这个很关键的时刻 是有点尴尬的 所以要千万要记住 所以我们常常有些朋友 我跟他们讲过 这个小常识之后 他们所向无敌的 到全世界各地旅行 然后坐下来就很坚定的说 左边面包是我的 请你不要碰 非常坚定的口气 坤柔而坚定 然后就说 这到底是 这是你还是我的 不用再想了 左边是我的 假屏袭右边 倒屏袭左边 对 如果不合胃口 或是说你吃不完 是可以外带的吗 在餐厅里面 因为现在大家都很环保 所以也很提倡 就是不要浪费食物 可是你要很秘密的 进行这件事情 要用眼神暗示 就是轻轻的 很小声的跟waiter说 等一下如果你方便的话 可以帮我打包这个食物 那如果看到别人不吃的东西 你可以问说 那个我可以吃吗 没有分食的概念 在国际里面 你不能分食 我知道很多人 比如说有些夫妻说 太太这个很好吃 这块给你 然后就 假设他的 扑人是坐在他的对面 然后他就越过了万重山 然后趴 就是说在中间 刚好就掉到那个蜡烛台上 或者是 真的有这种的 有有有 或者其实要尽量避免 东方人比较多 东方人比较多 就是 执意一定要 你一定要尝尝看 这真的太好 我吃过最好吃的牛排什么的 然后或者是太太一定要执意 或者是跟朋友 但这是不鼓励的 对 就尽量不要做 这蛮猛的 有啊 我就是有 一定要来你吃吃看 然后大家都尝尝嘛 我就是其实在餐桌上 有很多的美感啦 还有就是餐桌上 可能也摆了很多 不同的调味料啊 或什么 你如果够不到 你一定要很有礼貌的 就是说帮忙递过来 你够不到的东西 你不要硬硬的站起来去拿 对 因为真的是会有意外发生 对 因为你一站起来 有可能脚就会撞到你的桌边 对 或是不小心碰到别人的酒杯 所以你一定会说 excuse me 一定要讲说 不好意思 可不可以帮我把那个什么东西拿过来 这样子 所以excuse me这个字其实蛮好用的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吃饭一定不能发出声音 因为在西餐的礼里面有一个 但也不是只有西餐礼 就是西方的礼里面 就是人类的身体 除了这个说话 呼吸或唱歌 或是你有特殊的口气 等等要表演 等一下口气是这样 让我们欢迎 啪啪啪啪 是这样吗 就是说 是一个 你一定是必须要使用到发声的这件事情 可是我比较好奇 在什么时候 餐桌上会用到口气这个部分 这太难了 我只是说 特别需要发出声音的时候 特殊口气 的时候呢 那其他你身上 从你身上发出来的任何的声响 都是不礼貌的 比如说排气 比如说打喷嚏 打嗝 咳嗽 吃饭发出声音 亲喉咙 亲喉咙都不行 那你一定要说 excuse me 那这个就是回到我们最开始讲的 我们的小孩子 如果到了外国人的家里去住 他可能不清楚这件事情 如果你没有说对不起的话 你其实是得罪了别人 你其实是不礼貌的 对 这个是在西方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了解 对啊 这每一个文化习俗都不一样 比如说像拉丁美洲 你在那边吃饭不是重点 他们是跳舞才是重点 对 所以你整个晚上 他们其实都是在跳舞 然后你如果一直做着吃饭 你就是不礼貌 对对对 没错 好 我今天呢 好好的学好这个餐桌里面 未来出去吃饭 才不会让自己出球 其实很简单啦 就是刚刚说了几个原则而已 对 女士优先 左吃又喝 然后大切小小切口 掌握这个三大原则 基本上你就已经掌握了国际礼仪 差不多 对 然后底盘和餐巾保持非常的干净 干净无瑕 结束以后你就觉得自己超赞的 我们还是按照惯例 还是给大家一个江湖走跳小警囊 今天的小警囊是 江湖再走 吃了别人的面包 超球 好 拜拜 拜拜 这里是鬼岛之音 你刚刚听到的是 我们的新节目 别叫我大使夫人 喜欢我们的节目吗 记得要在你的Podcast App上 按追踪 下一集就会直接送上门咯 如果你用的是Apple Podcast 请给我们五星评分加留言 请大家跟朋友多多推荐这个节目 如果你对本节目有任何想问的问题 欢迎到我们鬼岛的脸书 IG或是推特留言给我们 我就来帮你问好问满 本节目由鬼岛之音制作 鬼岛之音是一个声音内容创作公司 我们还有其他五个中英文节目 欢迎上我们的官网或粉专 看更多的资讯 本节目使用由全台最大影视音讯器材 代理商正成集团赞助CasterPro录音 请不吝点赞助CasterPro录音